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系列讲座 我感到这个也很抱歉 水平有限 讲不出什么更高深的内容 而且对相声这门艺术呢 虽然我是在天津声 天津掌 在马三立的相声 在天津相声的熏陶几十年 也略微懂了点幽默 但毕竟还是门外汉 所以今天呢 讲的内容呢 就是天津方言与金派相声 前两三年呢 我在天津电视台 做了两个系列节目 一个节目呢 是叫《借次天津话》 对天津方言比较典型的词语 就是做了247 出了一本书 另外呢 在咱们天津建成600周年的时候呢 出了一本《天津地名文化》 在天津电视台呢 又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做了187 叫什么呢 《借次天津味》 那么这是天津味这个节目呢 就是以天津的地名 作为一条线索 把和地名有关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民俗传说 民间故事 趣闻意识 等等内容呢 穿插在一起 所以说 我在师范大学教书 但是我想 学术 应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 贴近社会 贴近现实 贴近群众 就作为一个 多年的老师来看 生于私 长于私 对自己的乡土文化 对自己的故乡 应该有一种 深志的 热爱之情 那么这热爱之情 表现在 学者身上 就应该叫 反哺社会 把学术 从象牙塔当中 走出来 要多做科普工作 要贴近现实 贴近群众 为自己的 这个乡土的文化呢 做出微薄的贡献 今天讲的内容 是天津方言 与金派相上 这二者呢 关系是密切的 怎么密切呢 方言和相上 都是说的 方言是每一个人 都说 相上是艺术家在说 但是 艺术来源于生活 如果没有天津文化 和天津方言的 多年的滋润 那么相上 这朵 艺术之花 它就不能 在这片 卧土上 璀璨的 开放 所以我呢 先讲天津方言 然后由天津方言 再带入 天津方言 和相上的关系 乃至 咱们天津这一派相上 在语言方面 在艺术风格方面 它有什么特点 当然是一家之言 首先呢 讲一下 关于天津方言岛 去年呢 我和 这个 天津市政协 文史伟 一个专家组 到安徽去调查方言 这个调查呢 叫 天津方言 天津话的 母方言 顺根调查 去了六七个地方 去了安徽的 宿州 顾镇 灵壁 凤阳 邦布 合匪 因为呢 天津方言岛 这个学说 是我们天津著名的学者 不久前 逝世的 李世瑜先生提出来 那么天津方言呢 他算是北京方言的一个特殊的一片 这一片的特点 就是天津方言和普通话 它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呢 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 词汇方面也有差异 语法和普通话 基本相同 那么天津方言和普通话 它最大的区别 实际说白了吧 就是在 声调上 每一个汉字 我们把它读出音来 它分四个声调 这四个声调呢 就是 音频 阳频 赏声和去声 或者我们俗话讲的是 一声二声 三声四声 其中的 一声二声 是平声 三声四声 是色声 那么天津话 和北京话 或者说和普通话 二声三声四声 几乎没有区别 它的区别就在 音频 一声上 那么就说呢 四个声调当中 音频 一声 它的调值降低 这是一个特点 再一个特点呢 就是耻音字比较多 耻音字比较多 那么 天津话 在下面这几个词的读音呢 我们用普通话和天津话 来进行对比 可以明显 发现它的差别 你比如说啊 就拿咱们这座城市 用普通话讲 天津 那么用天津话来讲 天津 声调下降了 从这个声往上升 往上扬的调 变成了往下降的调 比如标冰 标冰 沙发 沙发 西衣 西衣 高招 高招 天津有河西区有地方 灰堆 往上扬 灰堆 飞机 天上飞的飞机 天津人一说 飞机 抽烟 西姑 西姑 抓虾 抓响 咱们吃的三鲜饺子 三鲜 灰民的清真 清真 阴天 阴天 胳膊 胳膊 等等 这个很明显 那么我们天津 我们说天津话 大家应该分请一个概念 天津市的辖区 这行政区 它的地理的分布 他说这天津市 这么大的地面 他说的不一定是天津话 那么天津整个的这个 从地图上看 从北往南署 最北边 和唐山化接近 这个一片叫什么呢 济宝宁画片 所谓济宁 就是济县 宝底和宁河 那么天津最南边 到大港区 最南边的 这个属于是苍州画片 他的说话呢 和苍州画接近 那么一北一南 最北边是唐山 最南边是苍州 那么中间呢 天津市区的西北部 属于武清画片 这武清画 那和北京画比较接近 那么在武清画 和天津画之间 它有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啊 就是叫北城画 北城画 那么北城画 它我说说北城画 不一定就指北城区的老住户 都说北城画 红桥区 西谷 顶子谷 这一代人说的话 也接近北城画 那么天津市的西南部地区 属于是近海画片 像西清区的杨柳青镇 金南区的咸水孤镇 等等 说的话呢 是近海画 那么最后 把以上五片排除了之后 剩下来的 那是真正的天津画片 那么天津画片 以旧城区为中心 包括南开 河北 河东 河西 河平 五个区 再加上洪桥区的大部分街道 西清区的中北镇 中北镇和永洪这两个乡镇的东部 大四乡 大四乡 王稳庄乡 北部的三个村 金南区 金南区 双桨乡的大部分村 东立区 西北部的部分村镇 所以比较零散 以老城区为中心 又含了四郊五线 尤其四郊五线 当然我说的大点 又包含了西清区 金南区和东立区的部分村镇 那么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的确很有意思 很有研究的必要 所以天津啊 我们从市中心往北走 过了古楼 过了北马路 过了北大关 进入河北大监 戒还属于天津化的地界 但一过汉桥 那味就变了 到了西姑 就开始是北辰的方言了 北辰化 所以北辰区的北苍 一星府 西低头 红桥的西姑 丁子姑 它那个方言和天津化明显不同 它属于北辰化 所谓北辰化 我们给下个定义 就是由五清化 向市区的天津化 过渡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天津化 它是一个方言岛了 说天津化 这一个 就是说这个方言片 用语言学术语 叫方言岛 什么叫方言岛呢 当然它是个比喻 就是历史上 大规模的移民 使外来的方言 势力 占据了原来的一个方言区 形成了被原来方言区包围着的 犹如孤岛一般的独立的方言区 这个呢 在语言学上叫方言岛 一片汪洋大海当中 有那片孤零零的岛屿 在一片原生态的方言当中 出现了这么一嘎的地价 和四面不一样 鹤立鸡群 与众不同 但是它从哪来的 它不是原地原生的 它是从外界飞过来的 怎么飞过来的 移民 那么方言岛的形成呢 我在论文当中 我分析认为有四个动因 第一个 大规模的群体迁徙 小规模不行 到哪去个三五户 到哪不久就被当地的方言同化 三十年 或者到五十年 方言被同化 新生的一代一上学 和当地的孩子在一块 从幼儿园到小学 那方言那就被当地同化 所以第一是 大规模的群体迁徙 大多是军事行动 军事移民 或者叫战略移民 三户五户到那去 行不成借口 第二 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后 它形成的聚落 要聚居不散 它要住在一块 比如我们那个知青 这个村分三个 那个村分五个 那行不成多大事 必须这些人集体的住在一起 不分散 第三个 历经岁月的考验 不被同化 第四 在当地逐渐成为优势方言 如果处于 一直处于劣势 那你也就逐渐被同化 那么天庭方言的 东边 西边 和南边 这三面 几乎是被静海区包围着 北部 那是五清方言区 这样就被包围形成了一个孤岛 叫天庭方言岛 那么天庭方言岛从哪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布 天庭这个方言岛 它呈现出一个 到了个的 等腰三角形 它的底边距离 旧城北越一公里 咱说这画界从哪画 从汉桥那画 从汉桥那画一个横线 然后它的尖端 过了些 在小站附近 或者过了一点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乡站 还说天庭话 那底下这个尖 22公里 它呈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方言岛以北的居民 语言 北辰化五清化 它接近北京化 它的东北 接近唐山方言 它的西南和东南 接近近海一带的方言 据李世渝先生的考察和分析 他认为 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 起源于 安徽北部的方言 去年呢 我在那调查了 十天 明天呢 我和市政协和南开大学的教授 带着研究生 博士生和硕士生 继续去 安徽做调查 这次调查呢 去四个专家 各带着学生 一个是从语音方面 一个是从他的历史传承的溯源方面 一个是从词汇和文化方面 一个从语法方面 把这事盗弄清了 最后出一本书 基本盖棺论定 天津方言 不要说来出别处 就是这 为什么 不仅仅是耳感问题 语感问题 真正拿出扎实的调查材料 但这种调查 现在很难在哪呢 随着 社会的进步 眼界的 开阔 推谱多年 方言发生很大点 所以要找就找那原汁原味的老人 几乎 没有出过本省 学历不太高 没有在外出工作 土生土长的 我们要找六十岁以上的 文化程度是小学到初中的 这些个老先生老太太 我们都要录下音来 来进行认真的分析 最后导出 令人比较信服的 科学的角落 那么天津啊 它是一座移民城市 一座移民城市 明代 它实行的 军事制度 军事建制叫 军屯制度 所以外地的大量的移民 以军事组织的形势 来到天津这一带 屯墾官田 从而出现了许多以姓氏 冠以姓氏的官屯的地名 什么这个王官屯啊 李官屯啊 这个王官 李官 就是联级干部 明代 他带领了一百多户 士兵的家庭 来到这儿 平时是同肯 开荒 种植 庄稼 进行操练 到关键时候 守卫国土 卫国效力 所以说 历史上讲这个燕王扫北 就朱元璋的四儿子 朱棣 明成主 荣乐皇帝 他在当燕王的时候呢 从安徽的宿州一带 当时叫凤阳府 带来了大批的军事 携带着家眷来到天津 这些移民实行的是军事建制 家庭成席 邻里相邁 聚聚在一起 并且还有小学 教这些个军队的孩子 读书 所以形成了相当牢固的 语音社区 于是 在天津卫设立之后呢 首位的士兵的军官 他的籍贯 大多是安徽和江苏籍 所以低平调的江淮方言 或者叫晚北方言 逐渐成了天津卫 这个军事卫所的通众语 军事卫所也要对老百姓开放 要做买卫要沟通 周边的老百姓也得学当地话 周边的贫苦孩子上不起学的 就到他们这个军队就需要上学 这样呢 天津化的范围 逐渐的由军营向他的周边来扩散 不仅没被当地的静海方言吃掉 反而局部的影响了和他广泛接触的那部分地区 人们的语言 另外呢 咱们天津啊 是南北曹运的中心 大运河 这条黄金的水道 把我们祖国的南北沟通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啊 大运河的功效 它要比长城 更有意 南北的沟通 人流 物流 信息流 不断地从这黄金水道 集中到天津来 天津成了曹运的终点站 货物的集散地 北方的经贸中心 它的能量辐射三百地区 所以商贸集结 商骨聚集 五方杂鼠 另外呢 苏万地区 近济鲁易地区的移民 或者屯肯 或曹运 或桃荒 或经商 陆续 前到天津 所以这些因素呢 就使天津的方言 以及和临近的方言 出现了很纷繁 复杂的局面 再加上岁月的讨喜 历史的推进 地域的变化 行政区域的变化 行政区域的变更 普通化的推广 大规模成建 带来的 原来的封闭的区域的打算 所以现在的天津发言 已经呈现出 很难来划分 比如说在四十多年前 某一个大公司的人事科长 招了中学毕业生 到了工作了 他一听说话 一听那打扮 他就八九不离十 猜出这来报到的 年轻人 你是哪的人 这一看 你小白老的 你怎么知道呢 他看出来 一听说话 你西部的吧 腿纹纹是西部的 你是鸟色的 你是老常理的 看得出来 现在呢 随着大规模的拆迁 这个状况已经不存在 所以天津话的语音声调 明显的向普通话靠拢 而那些方言理语当中 准确的生动的形象的部分 将会融入到普通话之中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明天说是尽在一亩蓝颜 thing